11月26号晚 已经一天一夜没合眼的王勇 仍在办公室里忙碌着 他就是备受关注的河南风秋 学生餐后呕吐校长痛哭一事的七成中学校长 谈及23号发生腹泻事件 王勇说 当天30多名学生午餐后的半小时到两小时之间 接连出现相似症状 凭经验 他认为绝不是简单的秋冬腹泻 隆隆隆隆的一个孩子出现这样的情况 当时我都感觉到这个事情不是一般的隔壁孩子 就是独腾 然后我都跟按中心校协校长回报 我说协校长我说按这有种情况 他能在转业之间上聚力去回报 七成中学是寄宿学校 此前合作有一家共餐企业 为全校师生提供一日三餐 今年8月 涉事企业中标 丰秋县农村义务教育学生 营养改善计划午餐采购项目 此后 午餐由涉事企业统一配送 原合作餐企继续提供早晚餐 记者在该校走访看到 一栋两层楼写有学生食堂字样 内设取餐台 分为教师窗口和学生窗口 上方挂有多种饭菜的照片 透过窗口可看到两口用于做饭的大锅 显然这里具备做饭条件 据了解 营养午餐配送到校后 在此向学生分餐 这个培送是从15号才开始的 15号之前 就是由原来的餐饮公司 就是供应羞统一只餐餐 从15号开始 就是这个餐饮公司 培送中午 培送午餐 330多米羞统 中午就是335份 他们的几个年级 六七八九 四个年级 谈及事发后为何面对镜头痛哭 王勇表示 事发后两日配餐照旧 他不敢肯定还会不会出现类似情况 不想看着孩子们领一份或许会伤害身体的饭 这是我嘴不力接力 明明是有孩子有症状了 虽然不能说肯定是啥原因 为啥不能听一下 应该才听着培送是不是又可严格的程序 我也不是很了解 但是从我保留对学生关心吧 这种角度来看 应该稍微听一下 听一下 监测监测监测 或者化验化验的 如果确实没有事了 咱再配也可以 这边是学生躺在医院里边 这边是假装在这边有清学 这边是找羊陪送 所以那天我都比较激动一点 咱不敢肯定说第二天还会出现 但是家属突然又出现了 那这不是命运直到肚子里面会怀事 害事 我作为一个学校的负责人 你看着我的孩子 放约了 纳入彎 排出队 取定一份 或许会伤害自己身体的犯 对不对 你脚事也都 都不行 最终王勇以一番痛哭 引发各反关注 当地官方作出反应 要求涉事企业停止配餐 26号 丰丘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召开全体会议 要求对全县学校食堂 和配餐点的卫生情况 食品流样等进一步排查 该局局长郭征 向记者表示 涉事食品流样 经疾控部门快捡为阴性 进一步化验还需几天 27号 风秋官方 为外通报此事件最新进展 初步判定是一起 食原性疾病事件 风秋县教替局副局长 王念四等多名干部 被立案调查 典预防 陈兰 第二次 发送了 北京 秀